接着关注的是中国东方航空坠机之后 48小时以上地毯式的搜索 在周三下午找到了飞机上 两个黑盒子中的其中一个 但是破损严重 所以目前不能够确定 它是记录机舱对话的黑盒子 或者是记录飞行资料的黑盒子 但是一定有助于厘清 科技在事故当下发生的极端直坠异常状况 中国东方航空在广西坠机的空难事故 发生至今已经超过48小时 尽管当局派出上千名消防官兵与专家彻夜搜救 然而不仅机上132人未有任何生还迹象 飞行轨迹更显示 客机在失事时竟是以逼近音速的状态垂直坠地 让整起事故更显得扑朔迷离 专家推测 若是飞机出现结构性问题 导致机舱减压 飞行员昏迷并压住控制杆时 飞机直线下坠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但也不能排除蓄意破坏 或者飞行员失误的可能 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事故现场所在的广西山林 山顶处已经因为坠机酿成的大火 被烧的焦黑一片 山谷处则留下飞机撞击所产生的巨大凹动 周围散落大量客机残骸碎片 比对事故前后山林的画面 可以清楚了解搜救与搜寻的困难程度 包括我们要搜寻的范围 应该是初步估算是超过了两万平方米的这么一个范围 如今若要解开失试原因的谜团 就得找到关键黑盒子 然而 最令搜救人员担忧的大雨 周二深夜起持续降下 索性在工作人员的搜寻下 树光终于出现了 周三下午找到了两个黑盒子中的一个 但因为严重破损 还不确定这是驾驶通话记录器 或是飞行资料记录器 而且详细的内容有待实验室破译 但至少是一大进展 至于事故现场 目前人处在封锁状态 部分在地志工选择在事故现场外围举行仪式 美国驻中国使馆泽菲特致哀 紧邻中国大陆的北韩 领导人金正恩也发电报慰问 至于中国大陆维持12年 没有人民伤亡的飞安状态被打破 会不会让民众对搭飞机感到害怕呢 有部分民众仍然担忧飞航安全 再加上东航停飞不少航班 因此在广东与云南的东航柜台前 一度出现小规模退票人潮 但是当前得先找到事故原因 并且深切检讨 才能全面恢复信心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